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芬生中生 今天台股跌了400點 最大的原因 還是在於說美債殖利率 通膨CPI持續創40年新高 美債殖利率也跟著往上升 其實在5月份 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在講這件事 我們幾乎昨天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 在講說為什麼CPI 它還會再創高 加上美債殖利率 它一定還會有高點 你可以發現前一次 美債殖利率最高點是3.14% 上週我已經漲到了3.17% 其實當時就講得非常清楚 美債殖利率它真的要觸定 至少要到3.5%到4%之間 如果你去看教科書上面所寫的 它會告訴你說 以目前的利率 對比上美債殖利率合理的天花板 大約43%左右 但是當時就講過了 這個時間點因為有外債的因素 外債的因素就是日元 日元太過弱勢 所以它會導致美債殖利率 它會多一筆賣壓 美債它會多一筆賣壓 美債殖利率它自然還會有高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來這個位置 10年美債殖利率 當時其實在5月份 你就不斷強調不斷強這樣子的觀念 3.14絕對還不是高點 上週5CPI一公佈 3.17馬上再創下前波高點 當然3.17它一樣不會是天花板 真正的天花板是落在3.5%到4%左右 其實說這個東西聽起來很枯燥很無聊 但是以目前的台股來講 你不得不去知掉這件事 因為台股目前的漲跌 幾乎全部都是取決於說 美債殖利率它到底會怎麼走 但美債殖利率的關鍵又是在通膨 所以這就是一整串連動的關係 所以為什麼上週我會不斷強調說 其實在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外債環境錯綜複雜 內債環境類股輪動又非常的快速 其實你分析的越多 不見得勝率會越高 你去看上週跟前一週 大約是2到3週的時間 整個市場都花非常大的篇幅 告訴你說通膨已經觸底了 美債殖利率它可能已經不會再創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上週五一公不出來 CPA在創高 美債殖利率跟著往上飆 之前花的這些時間不就都白費了 所以為什麼我會強調說 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回到做股票最根本的狀態 最原本的本質 我們就是鎖定好一間公司 你認同它展望也不錯 成長性也夠 下去布局 下去買進 因為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其實你花了越多時間去分析 花了非常大篇幅去分析 CPI會不會創高 通膨會不會觸定 但是最終的決定權 根本就不是在一般投資人手上 最後你會發現 你可能花了兩週花了三週的時間 在解釋這件事 但是隨便一個CPI出來 你原本的論點 全部又都白講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通膨絕對還沒觸定 那美債殖利率 它也一定還有高點會出現 那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其實最重要的 你就是要去抓住說 什麼樣的股票會受到衝擊 如果說以美債殖利率來講 衝擊最大的一定是全值股 美債殖利率 如果說它在網上標 部分的資金會從全值股 外移到美國的公債 那這樣子的情況 全值股它自然會有賣壓 那如果說CPI通膨率 它還沒有觸點的話 代表說資金會出現排擠效應 那包含一些消費者的預算 也會出現排擠效應 那出現排擠效應下 消費性電子 它在今年展望就不會好 所以為什麼從上週一直到今天 那我們不斷強調的就是 避開全值股 避開消費性電子 那基本上只要避開這兩塊 就算今天大盤跌400點 影響也不重 包含像這些車店族群 當時有講過 傳統車用零組件 它的數字不是說特別的強 包含胡連 包含東洋 包含地保這些 如果我們單純去看它全年的數字 它沒有辦法跟IT設計來比 但是它最大的優勢就在於說 它不受大盤影響 它是自己走自己的路 那你可以發現 這大盤跌400點 那這類型的股票 它的優勢就被放大了 相對強勢的就是傳統零組件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來美債殖利率 它絕對還沒有到天花板 包含通膨也是 美債殖利率的天花板 估計是在3.5到4%之間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就像當時講的 因為這個時間點 日本央行跟美國聯準會 它剛剛好是反向策略 美國聯準會會不斷升息下去 但是日本央行 它寧可確保經濟會往上成長 但是它也不要去壓通膨 所以短期以內 日本央行它絕對不會升息 日本央行不升息 就代表說日元它會不斷的貶值 日元不斷的貶值 它跟美元 它就會產生一個套利的空間 大家要知道 所謂的日元跟美元的套利交易 這個東西它幾乎是零風險 所謂的套利它就是零風險 當日元跟美元這項交易它是零風險 美國的公債它也是被視為零風險 但是日元跟美元它的報酬率又更好 它的效益成效又更快 這個時候同樣是兩項無風險的產品 美債的資金自然會測到 日元跟美元的套利交易 美債的資金測出就代表有人在拋售 有人拋售美債 美債的價格往下跌 美債殖利率自然會再往上升 所以如果把這項因素考量進去的話 真正的天花板就是在3.5到4% 其實如果說3.5到4%的話 距離這次的高點3.17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如果說從3.17到拉 再漲到3.5%的話 這一段 消費性電子它就還會有下修的空間 所以為什麼我們從5月以來 那就不斷強調說 如果手上有消費性電子 不論是哪一檔 什麼產業 只要它是消費性電子 風高一律都要賣 而且它要去賣並不是說 如果說你花時間等它漲回來 那倒無所謂 但是最可怕的是 你這一筆時間花下去 它還漲不回來 這樣子的消費性電子 它就一定要賣 所以當時也講的 也花一段時間在講這樣的邏輯 其實以消費性電子來講 在今年它不需要任何的利空 因為去年非常態性的獲利爆發 就是最大的利空 就是說今年如果聯準會不升息 也沒有通膨的問題 消費性電子它還是得修正 因為去年太好 如果再加上通膨 升息這些因素 它的跌幅會更重 所以包含像是面板 面板驅動IC 成熟製程記憶體 NBPC手機這些 這些很多的股票 其實動輒都是跌了 三到四成以上 那你去看它的股價 覺得說三到四成的跌幅 好像已經很重 但事實上 你如果說拉開它的獲利來看 其實它的下降空間都還是有 就像當時有講過聯電 聯電你會覺得說 跌到了45到50之間 好像已經跌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是去 用它在2020年之前的 常態獲利成長的話 其實跌到30以下 都還算說著過去 那也是剛好說 今天指數跌了400點 指數跌了400點 或多或少 好股票壞股票 都一定會受到拖累 那你說下一次什麼時候會質問 預計就6月16 6月16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 就是說 6月16聯準會要公佈 利率會議的結果 又加上台灣央行 他也會公佈說 到底會不會升息 包含一些歐洲國家 他也會公佈 所以6月16是關鍵 不論聯準會升息兩碼三碼 這些都不重要 重點是 只要這項不確定因素解除 資金會重新進場 但是這一筆資金 他會買的還是一些 跟消費性電子無關的 中小型強勢股 那是中小型的成長股 這些中小型成長股 他預計就會在6月16 開始有一些麻煩進駐 所以剛剛好 就是利用這兩天的時間 明天跟後天兩天的時間 因為預計你去看 今天雖然說指數下跌 是帶量下跌 但是雖然說帶量 也不過就是2200億而已 2200億這樣的成交量 預計明後天還會再量縮 明後天如果說量縮整理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把持股去太多流強 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就像之前常在講 其實你如果要去換股 你可以發現到 其實換股這個東西 我不會常常去講 因為如果你在正常行情 下去做持股的轉換 其實說真的 他就不過是你去停損 A去追高B 你就是在做這樣子的動作而已 一定是要說 等到真正的好股票 他出現系統性的下跌 他出現一些比較 不可預期的下跌 這樣子的時間點 我們才去把它去做轉換 這樣才有換股的意義在 所以剛好今天 今天因為說 CPI創高 美在殖率又再往上飆 當然說前一到三天 他影響程度會比較重 影響程度會比較重 其實很多的股票 他就是被挫殺 他被拖累 那就是要把消費性電子 跟部分的全值股 開始轉移到 這類型被挫殺的股票上 可能說6月16過後 買盤進場 剛剛好 這些股票就會開始起漲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美在殖利率這個東西 台股幾乎是跟著美在殖利率在走 你說台股要出現真正的植穩 一定是說美在殖利率 他要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回落 當時的回落有特別講過 這一段的回落 其實只是算是一個中繼整理 在高檔的震盪 你說他要真正的往下回跌 兩個因素 第一要嘛說日本央行升息 日本央行如果說他真的宣布升息 美在殖利率可能是有機會 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第二就是CPI 他要連續性的下滑 所謂的CPI下滑 不是說一個月兩個月 稍微的低於市場預期 就叫做下滑 而是要連續三到五個月 出現大幅度的回檔 他才叫下滑 所以在這些條件出現以前 美在殖利率都還會有高點 通膨都還沒觸頂 如果說美在殖利率有高點 消費性電子全值股 他就還有下修的空間 所以這些股票 為什麼當時說一定要去換掉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整個情勢 他都還不算是太穩定 所以反正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行情之下 避開這兩塊 消費性電子跟全值股 基本上其他剩下的股票 就算短線上受大盤的拖累 也不至於說會出現 太誇張的跌幅 6470的宇治 當時從60到65元上下不斷布局 一旦拉起來 所有部位會同步獲利 宇治也是一樣 我們是針對新的下去做布局 就算今天大款跌了400點 也是小跌了大約是1%左右而已 跌幅也不中 以宇治來講 其實他就是很標準的成長股 論整個網通產業 其實在下半年都倒吃甘蔗 但是如果去看宇治的話 他成長性又更大 當時有講過 在這裡 全年的獲利保守大約是7元 如果說7元的話 全年的年增大約就是1倍左右 如果說年增1倍 就代表說他其實對比上 很多的消費性電子跟全值股 他的成長空間是非常非常大 就當時講過的例子 一檔基優升 一檔大家眼裡的基優股 其實在今年 他的空間反而會來得比較小 反而是在去年 大家眼中的非基優股 可能說一些60分70分的股票 放到今年 反而他的成長空間會來得更大 所以你會發現 在今天這類型的股票 相對來講賣壓都不中 6470的與之就是一檔 如果說全年7元的話 其實不到70元的股價都還不貴 包含像之前提過的 6461的益德 因為如果說在當大盤在震盪 包含一些生技類股 他的買盤也會來得比較多一點 因為當整個科技應該說 很多生技股它的題材 本來就存在 他目前缺的就是一個熱度跟資金 當全值股 當科技股開始在震盪修正 部分的資金自然會轉移到 相對來講 跟大盤完全無關的生技股 所以像6461的益德 當時有講過 當時大約在4月底到5月初 這個位置有操作過一段 當時有說 以第二劑來講 其實SNY010氣喘用藥 他在第二劑是有機會取得藥證 你去看今天的日期 今天已經是6月13號 已經快要進入了第二劑的季底 如果說他在 他的藥證是有機會在第二劑取得的話 代表說 接下來可能一到兩週 他隨時有機會公佈這樣子的利多 就像當時講的 其實這一檔好的股票 一旦他要上漲 他的利多會用各式各樣不同的形式 一口氣放出來 所以66的益德在上週五 一根漲停板 今天大盤跌了400點 一樣是一度逆勢上漲了7%以上 中場還是有漲2%以上 最高來到22.45% 如果說他正式取得7傳用藥的話 其實不到30里的股價 算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所以明後兩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把握應該說 把握明天跟後天的時間 去檢視手上的持股 只要有消費性電子 或是一些全職股 任何一檔 只要他是消費性電子 不論說什麼產業 一定要把握明天跟後天 下去做轉換 不知道怎麼轉換 就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股票市場 你如果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我會覺得 隨時都要保持逆向思考 而你的看法 一定要跟整個市場都不一樣 你去想 股票市場是一個 二八法則最明顯的地方 如果說大家的看法都一致 如果說他就照這樣去走 請問誰要賠錢 是不是 所以當全市場都在說 美債殖利率已經觸頂 通膨也開始觸頂 就像當時講的 你要保持了反向的看法 大約是在這個位置 稍微的回落 全市場都告訴你 美債殖利率觸頂 通膨也觸頂 但是其實你稍微去想一下 就會知道 要觸頂絕對沒有到這麼的容易 否則美國他也不會說 不斷的要去升息 或是說急著要從兩碼 然後提高到三碼 就不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 Light跟Telegram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要加小老鼠 這兩大平台 隨時都會告訴你說 跟這個市場 不同的反向思維 其實在股票市場中 真的要賺錢 那就是要隨時都保持 比較逆向的思考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應該說 整個價量結構來看 整個價量結構來看 因為說這一根藏黑的下來 我們就單純這樣看指數 因為說這一根藏黑的下來 整個價量結構 又稍微被破壞掉 從原本的強勢整理 變得稍微比較弱勢整理 可能說類股輪動的速度 又會再更快一點 那類股輪動的速度更快 又是回到我們上週所講的 我們就是針對性的去佈局 因為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其實你去做過度的操作 過度的分析 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像是說前兩個禮拜 前兩到三個禮拜 可能說很多人會長篇大論 跟你去討論說通膨是不是觸頂 或是說CPI會不會再創高 你花再多的時間去講這件事 去解讀這件事 上週一公布CPI 等於是推翻你所有之前的研究 跟你所有的結論 所以這其實意義不大 因為畢竟說這個東西 不是一般投資人可以控制 通膨甚至通膨這件事 甚至連聯準會他都壓不下來 更不用說一般投資人 與其要去花這些時間去做 相對來講比較沒意義的分析 那倒不如就是針對個股 下一檔會長什麼 回到做股票最原始的本質 還有包含說 多餘的操作也不需要 像很多投資人在這樣子的環境 說成較量往下說 整個大盤比較震盪 會喜歡去做一些短線操作 或是去做一些價差操作 低買高賣高空再低補 那其實這樣子的操作做久了 你會發現到頭來就是白忙一場 所以一定是說種子不重量 針對試著下去做佈局 包含明後兩天也是一樣 把一些全值股 那跟部分的消費性電子 先把它找個賣點 那去做轉換 太弱流強 那再把資金轉到一些 中小型成長股 這類型的股票在接下來的行情 才有機會吸引到買盤的進場 那其實說全值股 它也不是說不能放 如果你說包含像台積電 聯電 鴻海 聯發科 這些其實你說要去放著等 那我認為說也是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以今年來講 今年每在值利率 它要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回檔 難度是比較高 那每在值利率 它如果說持續在高檔的話 它就會很直接的壓縮到 全值股的空間 所以全值股它是可以放 但是短期內 它很難有比較像樣的漲勢 那如果說消費性電子 這部分就是一定要賣 因為就像之前有講過 其實你稍微去看一下聯電 或是說友達群創 他們的走勢 營收的走勢你會知道 它在去年就是一個 比較非常態性的獲利爆發 這個非常態性的獲利爆發 它絕對沒有辦法延續到今年 明年 明年 後年 這個趨勢它延續不下去 延續不下去的話 它自然需要回到 它比較合理的成長軌道上 就單純說回到比較合理的成長軌道上 其實這些消費性電子 它的下修空間都會很大 如果說再加上通膨的影響下去 其實它下修空間 又會被拉得更大一點 不論像友達 不論像群創 你說它有沒有可能 再跌回到10元以下 我認為說機率很高 甚至會回到最原本的價格 5元到6元 這些都有機會 所以很多人會說 這些股票都已經跌得很深了 它還有空間嗎 其實你光是去看它的營收狀況 你會知道 單單是回到它2020年的營收 其實這一段空間就不小 相對來講 像之前有提過的 傳統汽車零組件 傳統汽車零組件它最大的優勢 就在於說它是不受大盤影響 今天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這樣子的型態還算是在高檔強勢整理 相對來講都還是非常的強勢 其實如果說以中國汽車下向 這一項政策來看的話 因為說中國之前有推出 大約是兩次左右的汽車 汽車刺激的政策 對比上一些相關的股票 包含像入股的比亞迪 長城 長安 上汽這些 這些其實它的漲勢延續性 都可以延續大約是3到5個月左右 也就是說 其實說這一項政策推出來 中國錢也砸下去了 它不可能說收就收 所以最少最少 它一定會延續可能說3到5個月 延續3到5個月 台廠相關的供應鏈 它就一定還有上漲的空間在 所以包含像今天的東洋 地寶 這些其實都是 還有梗頂 它也都是逆勢在漲 但這些畢竟說 都已經漲多了 如果說相對來講 位階比較低一點的 可能就要從這類型 相對還沒有出現 比較強勢漲勢的股票開始 像6179胡連當時有講過 主要客戶是比亞迪跟長城 他算是很主要的受惠者 又加上滿手比較多OEM的訂單 因為我相信大家今天 可能會很常聽到AM廠 因為今天以成功零組件來講 比較強勢的是AM廠 就是一些副廠的售貨維修 但是AM它最大的優勢是 毛利率很高 它的毛利高 但是訂單不穩定 OEM廠它最大的優勢 它的毛利率 可能沒有辦法去跟AM比 但它最大的優勢 就是不會有砍單的問題 不會有砍單的問題 當然你也不用去擔心說 中國的政策什麼時候會收回 什麼時候會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如果說 傳統車用零組件這一塊 AM跟OEM來比的話 我認為說OEM 它其實相對來講 延續性會來得比較強一點 像是宇治也是 應該說整個網通都有這樣子的特性 下半年就是稻次甘蔗 低延效應加漲加效應 整個網通在下半年 其實都還有空間在 接下來就是一些生技醫療 尤其是遠距醫療 像是明基醫漲上來之後 接下來也是有機會 再帶出它旗下 跟遠距醫療跟視訊醫療 相關的一些個股 又是6月異得就也是 今天一度是逆勢再漲了7% 所以在6月16號之前 也就是本週四之前 兩天預計大盤會呈現 亮縮正當的格局 這兩天非常重要 因為好股票跟壞股票 同步的下跌 手上如果有任何的消費性電子 一定要把握明後兩天 下去做轉換 直接來電或視訊兩大平台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 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比自負投資風險 本公司與分析師